昨天說到最後看到新聞報道發現一個小姐在田間漫無無的地走壞 海嘯之前在騎馬 接下來幾天隨著情況逐漸明朗 市民都逐漸了解地震有多嚴重 一場地震的威力導致地球被輕微震離逐線而改變運轉 日頭的長度也縮短了1.8微秒相當於1秒的百萬分之一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依舊是數百人但上萬人失蹤 被疏散的可能有50萬人 福島核電廠顯然已經失控 負責營運的東京電力公司否認核電廠的反應爐發生爐心溶毀 但是該公司決定將每一張海水灌入反應爐 似乎是為了控制情況而做的垂死掙扎 政府表示核電廠的輻射外洩為正常水準的1000倍 怕令電廠周遭兩英里內的居民疏散 沒有幾輪範圍擴大到6英里 接著12英里並警告疏散區外的人留在屋裡 在我飛到東京之前一直打電話給我日本朋友 有些人說到了日本其他地方躲避的余震 或者是輻射的確實憂慮 都依然覺得很擔心 而沒有走的也顯然驚慌萬分 電話之間聽到他緊張甚至害怕 一位交易所的員工跟我說 東電的人盡最大努力 我聽到法國的人叫大家疏散 我認為你不應該來 他說 我又聯絡過一位冒險家 也是攝影師的朋友 賴上俊樹 問他是不是願意跟我一起 北上去災區 他用電郵回覆我 說願意去 但是他問 可不可以帶一部蓋隔計數器 即是用來測量輻射的儀器 東京徹底變了 但是他說沒有變 在宇田機場的事務 新建國際大廈 電扶手梯和電動的走廊 都不通電 以致散斷 但是以廣播為主 通常的電力都不再去 提醒旅客要走扶手等等 即使司機也都戴著熟悉的白色手套 在我走近的車的時候動工 後座這塊是鋪著平常見到的暴徒 我一坐車門就自動關上 車子安靜地離開機場 司機解釋 剛剛又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漁鎮 車走過一個完美漁畫的東京 街道上冷冷清清 在一個光明的春日 天空是可愛的粉藍色 我過去工作的辦公室 在內恆兵一棟黑色玻璃的摩天大樓 黃居在滬城河和據歷史意義的石牆 就看不遠的地方 大樓依然是撻媽媽 星巴克也沒有營業 以往大廳內的便利店 貨架總是擺滿了鮮貝麵蛋 乾魷魚絲 奶油麵包和一排一排的綠茶 如今已經空空如也 洗手間的乾手機沒有通電 上面貼著一張寫著接電的東西 廁所的座位依然是有瘟疫的 但到了第二個星期 多核災難 令到資源短缺的嚴重性更加明朗 而這個多餘的奢侈品 在日本人眼中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亦都犧牲了 這個就是接電的日本 低亞素的日本 好 明天再講 好 收台 1070TI 1070TI 7到7TI 1070TI